也就是說10年前把100萬拿去買追蹤每股大盤的ETF 10年後已經變成225萬 而一樣的錢拿去買5支主動型基金 則只變成136萬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薯 歡迎收看第12集夯飯屬FQ 在上一集我們認識了ETF這種指定便當 它具有追蹤各種指數的功能 就像是跟DOLA AMO借了任一門 讓我們人在台灣 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吃到各種不同款式的指定便當 不過我很好奇 為什麼要去買一個跟著特定指數走的商品 而不把錢交給專業的基金經理人 讓專家幫我們投資賺錢不是更好嗎 首先講結論 因為基金經理人是人不是神 只要是人就會有各種主觀的人為判斷 特別是主動型的共同基金 績效好愛更是掌握在基金公司和經理人手上 如果主動型基金的績效無法贏過市場的平均表現 那不乾脆被動跟著指數走就好 舉例來說 台股大盤從2016年1月的8000點到現在的11000點總共漲了38% 而和大盤幾乎完全聯動的台灣50 兩年下來禁止也跟著大盤從60元漲到82元 你可以查看看同樣這段期間的績效有沒有超過47% 如果有 代表基金經理人很厲害 不代表站在讓上 而且衝的比讓還高 我們常聽到的打敗大盤就是這個意思 但如果你的台股基金這段時間就有交出不到40%的績效 或甚至是負的 那代表連讓都沒站上去還沉到水裡 與其這樣我還不如買ETF就好 加上ETF固定成本更低 買賣也更容易 這就是很多投資人喜愛ETF的重要原因 所以這就是這幾年非常流行的指數化投資 ETF就是一種指數化的投資工具 對!巴菲特在前一陣子有一個非常轟動的新聞 他曾經在2008年跟一個華爾街的投資專家對賭50萬美金 要保10年後的指數型基金的投資績效 將勝過主動管理的避險基金或是組合型基金 結果這個長達10年的賭局在2017年底結束 巴菲特選的那檔只追蹤每股S&P500指數的ETFR 10年下來總報酬超過125% 而對手選的那5檔主動型基金 平均卻只有36% 也就是說10年前把100萬拿去買追蹤每股大盤的ETFR 10年後已經變成225萬 而一樣的錢拿去買5支主動型基金 則只變成136萬 意思是巴菲特只單純買大盤指數 10年下來總報酬贏過華爾街專家的3倍 他用這個10年的賭局證明一件事 投資不必複雜 而且他在2017年給股東的公開信當中有一句話很有趣喔 他說當一個有錢人遇到一個有經驗的人 通常有經驗的人會變得有錢 而有錢人會帶著經驗離開 意思是當人們在爭相禁足專家名牌和高超的選股策略的時候 如果把時間拉長來看 其實還不如單純去投資指數就好 那所以意思是 ETF是連股神都很推薦的統治方式嗎? 嗯 不過鼠不是要神話ETF喔 我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到底有另外一個思考 如果這個賭局晚10年開始啊 也就是從2018比到2027 ETF還會穩贏嗎? 我覺得可能就未必的喔 鼠想要提醒的是啊 ETF買的是整體的市場趨勢啊 如果趨勢已經漲了10年啊 獲利是理所當然 但如果 我就說如果喔 10年過後市場要是倒過來走 ETF也跟著倒過來走 那你的報酬也要跟著倒過來走嗎? 這個問題當然沒有標準答案 不過大家可以試著想想看喔 所以這樣聽下來啊 買進的時機點也是非常的重要喔 ETF應該也不是閉著眼睛買就可以了吧 到底ETF有哪些類型 要注意些什麼事情呢? 目前國內有發行的ETF大概分這三大類 除了經常被大家提到的一些國內股票型的ETF啊 還有聯動國外指數的ETF像是道琼、標普 聯動大陸上陣、深圳指數等等 等於是我們不用到美國或中國大陸開戶啊 也可以透過ETF這個任意們 達到投資美股或入股的效果 而相對於實際持股的原型ETF啊 後來還陸續開放了槓桿型和反向型的ETF 以槓桿型來說就是基金禁止的漲和跌啊 是該指數的倍數放大 最知名的例如台灣50正2 也就是當日指數漲1% 禁止會正向2倍放大漲2% 但要是指數跌2% 禁止也會跟著跌掉4%喔 而反向型ETF最知名的代表 例如台灣50反1 就是當天指數漲1% ETF會跌1% 反之要是跌2% 則ETF會漲2%喔 禁止和指數呈現反向1倍的漲點 也就是當天指數越跌啊 ETF禁止會漲越高喔 所以ETF也可以以倍數槓桿或是反向操作 發揮類似融資融券的效果囉 沒錯 但主要提醒剛剛講的都是單日報酬喔 這種槓桿和反向型的ETF 並沒有像原型ETF那樣 單純的去持有成分公司的股票 而是會拿一部分的資金投資期貨 來達到放大2倍和反向報酬的效果 而期貨會有到期轉倉的成分 這聽不懂沒關係 簡單來講就是會自動扣險 抱越久損險越多 而且不論是兩倍槓桿或是反向 連續持有都會因為負利的關係 而導致報酬與指數偏離喔 結論是說 槓桿型和反向型的ETF風險比較大 不適合長期持有 要買賣這兩種ETF也要有信用交易帳戶才可以 不是一般正確戶頭就可以買 所以不熟悉期貨或是融資券交易的投資朋友 建議還是不要亂買槓桿型或是反向型的ETF 那回到比較安全的原型ETF 例如0050 既然他是直接持有這50家公司的股票 而這些大型放山機也會生金金蛋給ETF 那這些金金蛋最後會跑去哪裡啊 當然是結算之後發給ETF的投資人 所以有的ETF跟股票一樣會配息喔 像0050就是在每年2月和7月會各配一次 不過ETF如果有配息也跟股票一樣要出息 所以也是填期之後鼓勵才算是真正入袋喔 但說到0050和0056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又超時了 看官們且讓鼠延到之後再專門用一集來細說好了 以上就是這一集夯番鼠FQ 這是一個關於投資理財的節目 每集我們有幾分鐘的時間分享一個理財的知識 和你一起提高FQ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請你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夯番鼠FQ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難喔